字幕提供 這幾天回到家裡 常常有撲鼻而來的臭味 其實這麼沒品啊 大便在外面也不買起來 齁 真的很臭耶 呃 這個大便這麼不健康 才不是我的咧 咦 呃 大便怎麼不在外面 嘻嘻 結果沒有買起來 讓我的味道都跑出來了 呃 好臭好臭 嗯 想也知道是咪咕 哦呦 那就冒上粉裡面都很多粉塵啊 得想個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讓大家有好空氣品質 一起大口呼吸 宇宙通常是有求必應 某天收到廠商寄來的一箱東西 有兩片濾網 最後就是咪咪啦 它一台機器要放兩片 好密喔它這個 它有兩層 一層是這個是濾一些大範圍的 它這也是可以拆開清 通常如果貓毛的話 它應該會吸出在這邊 如果你要清潔的話 像這邊你都可以直接用吸塵器把它吸出來 再來這一層就是比較細的濾網 我等一下要吃什麼啊 這好酷喔 我等一下要吃什麼啊 我等一下要吃什麼啊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那我們現在來稍微介紹一下這個LGD的屏幕 這顆是切換它有不同的空氣指數指標的切換 第一個它是室內的空氣質量 這個是可吸入顆粒物 再來這個是也是懸浮顆粒 只是它那個PM的大小不太一樣 下一個主要是揮發的 有幾乎例如說 可能有時候你翻新架或是有油氣之類的 對氧化彈 例如說汽車還放了廢氣 有時候你開窗戶 外面會飄入一些不好的空氣 再來這個就是溫度 濕度它也會幫你偵測 這個就是你的濾網的使用程度 熱風的溫度 最高可以到 超熱 像我們冬天現在都會開著 濕度你要大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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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剝紗或是我們在禪洗的時候 這個粉塵都是最漂亮的時候 有時候差不多就要補紗 然後倒紗的時候也是非常誠苦悲癢的時候 有欸它有在上升 真的是成苦悲癢 因為這台空氣清清雞它是360度吸附的 你把它放在冒沙盆旁邊 就蠻能吸附冒沙盆製造出來的份寸 好 開心上完廁所了 我磨的尿很臭 你看它剛剛稍微播一下它的指數要上升 開完箱的第一天 心滿意足的出門吃早餐 天氣實在很冷 遠端遙控能夠方便的在外面開啟暖風模式 回到家 嗯 又發現一坨黃金 習慣會用酒精消毒 這些揮發氣體也能夠偵測並過濾 而貓奴的家裡呢 滿地貓毛也是不可避免的 許多不常清潔到的死角 貓咪們通常都會很貼心的 當起移動抹布到處擦拭 米古你真的是暈幹嘛 然後再平均分散到其他地方 好險貓毛灰塵這些過敏原 也能夠幫你吸附過濾 也能夠幫你吸附過濾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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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